BNT疫苗即将抵台 优先接种顺序引发了争议 十位民进党英系立委 以及地方民代联合发出声明 向指挥中心喊话说 这次该换年轻人上 呼吁让18到20岁的年轻人 也能同步优先预约接种BNT疫苗 别让他们成了疫苗孤儿 在此陈时中听到之后表示 这样的安排也是非常痛苦 因为每个年龄层有不同的需要 也在思考如何平衡 高中毕业后 准备体验多彩多姿的新生活 不过这群准大学新鲜人 马上要成为疫苗孤儿 因为想预约莫德纳遥不可及 12到17岁有校方直接造册施打BNT 那18到20岁怎么办 这个疫苗的断层袋 不要被他们讲说是疫苗的孤儿 而国家遗忘了他们 这个部分有没有特别列案来讨论 选区民意让律委呼吁这次BNT抵台 应该让年轻人先上 将18到20岁年龄层纳入优先接种对象 有十位民进党英系立委 地方议员等 同时在脸书发出联合声明 律委主张就算扩展到23岁以下大学生通通打两剂 也只需要572.4万剂 占不到民间企业采购1500万剂的一半 压力顿时涌向指挥中心 做这样的安排都事实上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每一个年龄层都有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需要 我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能够稍微平衡一下 有民进党内派系先联合声明再影响政策走向 也不是第一次 日前英系政国会声明连发 才让武备劝勉付1000元顺利达政 这次指挥中心是否从事如流 再次考验决策单位应对 接着战区内卫成台报道